为啥光刻机比制造原子弹还要难 一台顶级EUA光刻机价值1.2亿美金还供不应求 需要10万个零件组成 设计几十门雪科 可重大180吨 不过最好的光刻机 加工精度是90纳米 只有最顶尖的荷兰EUA光刻机 能完成7纳米光刻 45纳米下高端光刻机市场 荷兰阿斯麦尔占用率达80% 可谓是全球芯片业超级霸主 为何只有荷兰能制造全球最顶尖的光刻机 一是专利加资本 公司背后有欧盟和美国的力量 一台顶级光刻机需要德国提供机械工艺 以及世界级的菜式镜头 美国提供的光源 日本提供的光刻胶 2.救命转折点 07年阿斯麦尔压上全部身家 背水一搏 听从中国台湾科学家建议 推出了193纳米的光源镜模式系统 显著提升了10颗精度 日本的尼康域佳能则求稳发展 后来逐步衰退 才有了阿斯麦尔的垄断 2020年9月15日 美国正式断供华为芯片 华为芯片能自主设计 却不能自主生产 但华为不放弃 一方面寻找光刻机技术人才 一部分转型融幕芯片 我心当自强 没有伤症累累 哪来的皮糙肉厚 英雄自主多磨难 加油中国 很快 我心灵了 感谢观看